我们的00后选手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90后啦 来 90后到底会是谁呢 带着怎样的杀伤力 我们一起掌声 有请我们的选手出场 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 下一秒都觉得遥远 如果自由可以不被剪断 好吧 永远地做个神仙 我是莲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个空中飞舞的小精灵 我叫蔡孟轩 是一名空中舞者 大家好 两位老师好 我是这位小精灵的老公 我叫赵世伟 然后我是一个剧本杀的作者 空中舞者呀 萱萱整个练了多少年 这个我从开始接触到现在 也就四年 你不是从小练起的 不是 我是半路出家的 你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 这个项目的 要说起这个的话 我当时08年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 刘璇拿奥运金牌的体操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特别 想练体操 就有一个体操梦 一直走在我心里 后来呢 就是天津队这边 在选人的时候 选到我们那里 然后他说 我过了初试 可以来天津训练 我当时超级开心 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 事情就错过了 这个事情 因为我父母他们离异了 然后就没有 不能陪我来这里训练 但是这个舞蹈这件事 一直都在我心里 然后我觉得 我要坚持我的梦想 然后偶然一次间看到了这个空中舞蹈 我觉得跟体操啊 艺术体操 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觉得我还能完成我的那个梦想 所以我就去学习 然后去求教 然后就一直刻苦努力练习 那个时候一天练了有十小时 每天都泡在舞房 在家里也装了这些东西 然后每天练 每天练 哇 掌声鼓励啊 了不起 了不起 我听说在你的整个这个空中舞蹈的 最开始学习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小插曲 是不是 有一次就是遇到了一个车祸 那医生就说我的半月板受伤 然后左手的手肘这里也错位了 然后脚踝骨折了 就说我以后不能跳舞 就是舞蹈真的是我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一道光 我就跟他说我要立刻要好 我一定能训练 然后那个医生呢 他就说你别这么拼命 这个就算你帮你把这个骨头揭好了 就我现在都是左边的这个手肘 不能跟右边手肘一样 它就是还是有一点不能恢复到原样了 然后我就不相信 我还是说一定能好的 那时候其实挺不容易的 因为那时候不为了陪他呢 我就把那份空中回来辞掉了 我呢就跑到医院去陪他做治疗 但是他呢不听劝 我跟他说有的东西不能急着来 他就为了哭一哭快 让医生偷偷给他做了一些小手术 我觉得这真的对自己很不负责了 然后他就开始说 让我以后不要跳舞了 当时就觉得就是整个世界都黑了 因为跳舞是我生命的光 连光也没有了 所以我当时就很想不开 我跟他说 我说宝宝 你说你不应该这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活着其实最重要 你只有活着才有更多的希望 只有活着也许才会有好的一天 你多少人都有奇迹 我相信奇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只有活着才应该有更有奇迹啊 然后我当时觉得 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 就是他因为陪我 然后一直做了很多事 但是我还让他仗心难过 他就掉眼泪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 还有人会陪我的 对于今天在后面的比赛 有没有信心呢 有 因为每一次 我不管参加任何比赛啊演说 我老公都陪我 只要有老公陪我的比赛 我就一定能拿冠军 而且每一次他陪我 我都拿了冠军 真的啊 是你的福将是吧 在我眼里面 我觉得他是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道光 所以我觉得帮他完成梦想 也是我应该做的 所以无论再忙 我都想能请人家陪他去比赛 所以在我来看 我觉得我人生会很更有意义 所以我本身我陪他 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现在如果拿到最后的冠军 这笔珠梦基金 选言怎么用 因为刚才老公说 他的梦想就是帮我实现梦想 然后所以今天如果拿到珠梦基金 我想帮老公也是现态的梦想 老公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他现在就是一个剧本上的作者 他想写出更多的好本 写出更多有经历 有故事的本 让所有人能体验 期待你有上家的表现 好不好 好 如愿以偿 在我们这个舞台 好 那这些来把你的所有的力量 化作这个话语 分享给你的对手 来进入今天的挑战 学业 小男人冲冲冲冲 冲